47名民主派因为初选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连续第四日聆讯处理被告保释申请 多架囚车早抵达西九龙法院 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进入公众席旁听案件 47名被告的代表律师昨日完成保释申请陈迟 谭文豪、郭嘉琪、杨岳桥和李宇迅等临时决定自便 押后到今天再开庭 预料会决定是否批出保释 他们因为组织或参与立法会初选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控方反对全部人保释申请押后三个月调查